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工程车经过路口时 因为车身相当庞大非常引人注意 当时负责开车的就是李一祥 透过路口监视器可以看到副驾驶坐还有一个人 影片拍摄时间点是在2号的早上8点多左右 李一祥当时满载着轮胎要去工地斜坡放消能用的轮胎 早上8点上班时从驿城工程行出发 经过了中央路三段 约9分钟之后北上车道 行经了建国路口 大约9点的时候抵达工地 一开始李一祥跟检方公车是一个人作业 但是监视器画面曝光也证实了 并非如李一祥所说的一个人到工地 也并不是要来巡视工地 而是要去放轮胎 随着监视器影像曝光也证明 李一祥的公词反复又出现了与事实不符的状态 李一祥在将车辆停放之后 疑似没有拉紧手刹车就进入公务所来休息 之后意外就发生 如果他能够及时察觉货车掉落 至少5到7分钟的时间可以反映 甚至打电话求助 避免这一场意外发生